三江源的寒冬终于过去 冰河刚刚开始解封 年轻的水塔妈妈 就已迫不及待地 开始传授小水塔 身为江河王者 必须具备的两项技能 游泳和捕鱼 水塔在淡水生态系统中 少有天地 由于高度依赖纯净的水体 又需捕食大量鱼虾 而被当作江河水质的 指标性物种 但其实小水塔天性怕水 出生六周后 才在妈妈的殉岛下 开始学习游泳 它也还不能像妈妈那样 在水里和陆地上自由切换 因为它的皮毛 还不够厚实顺滑 初春时节的三江源 江水水温约在零度 陆地上的气温 却接近零下二十度 让小水塔位租不前的 除了寒风 或许还有日光 野生水塔其实是夜行性动物 极少在白天走出洞穴 看着孩子求饶的模样 水塔妈妈也只得望将心态 好在水塔天性好动 只削一会儿功夫 小水塔就找到了新的乐趣 到黑景后 如号角般的鸣叫声 在空中响起 三江源进入了短暂的春景 它们是唯一长年生活在高原上的鹤 每年三月底都会成群结队地 从越冬地回到三江源 同一时间回来的 还有号称能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的班头岩 它们都是回到三江源 繁郁下一代的 这是最后的集体生活了 单身的黑景鹤要抓紧时间 找到自己的伴侣 这个时候 谁的舞姿更优美 谁的歌声更动听 谁就有更好的音乐 当气温继续升高 冰雪进一步融化 裸露出沙石 泥土还有草地 这片高原生物王国 变得热闹起来 白妖雪雀是青藏高原特有的物种 别看它外形娇小 可爱 却最是好斗 它们常常成对出现 互相争斗 直到难解难分 这种鸟儿擅长奔跑 跳跃 但飞行高度有限 再辽阔的天地 它们眼里 都只看得见 自己小小的擂胎 这是一窝 白化喜马拉雅汉塔 但它们对春天 有着同样肾涉的渴望 对于喜马拉雅汉塔来说 春天 稍纵即逝 长达七个月的冬年 刚刚结束 紧张而短暂的交配季 就又开始了 汉塔的繁殖率不高 一年只有一胎 且一半的幼崽 会在哺乳期死去 所以个别事业心 比较强的雌性汉塔 会在一天里 和多只雄性汉塔 进行交配 但这往往意味着战争 两只雄性汉塔 越战越勇 而战斗的始作俑者 就在自家洞口 晒起了太阳 汉塔是一种 大型镊齿动物 却有着和兔子一样的 三半唇 以及上下两对 锋利的门齿 这两对门齿 能轻松咬断植物的根茎 更是攻防兼备的 打斗利器 注意看 这可不是要亲吻 而是要摔跤了